大家好 我是赛统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咱们之前已经聊过N多次了 关于日本二战的节目 那今儿呢 咱再讲一个 各位啊 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点 这二战结束的时候 日本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工矿业只占战前全胜时期的8% 粮食生产也下降了一半 2000万人都成了难民 无家可归 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内 日本能快速重新崛起 这其中是何原因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二战当中 三个法伊斯国家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这意大利啊 反水很及时 他们受的损失最轻 德国属于顽抗到底 越到末期越魔障 还组织什么老头 小孩 参加人民冲锋队 人民党卫军 这军 纳克军的 这发誓要拉着全体国民为纳粹殉葬 日本虽然也是叫嚣着一亿欲碎 但是他们一直保留着比较清醒的认知 四三年十月开始 这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 日本呢 没有足够的兵员参军 东条英姬内阁出台学生兵 动员学徒出阵 把学校里边那半大孩子都送到前线去 就当炮灰送死去 这些学生里 文科还有什么农业建筑经济 以这些学生为主 大量的理科生被选到了武器研发项目 什么陆军 海军的研究机构工作 这就为日本的后来重建 打下了人才基础 到了四五年年初 日本的战败已经是不可避免 然而战败是一回事 怎么战败又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希望用最合适的方式和最佳时机结束战争 能让日本保持大国地位 或者至少保留我重建的基础 以便于说日后再次崛起成为强国 考虑到美苏意识形态不同 日本人断定 战争结束之后 美苏同盟肯定会分裂 而日本处在其中 左右逢源或许能获得再次崛起的机会 为了达到目的 日本决定对美国殊死抵抗 对苏联消极抵抗放水 常年驻扎在中国东北防备苏联南下入侵的关东军 从四四年开始就不断的被抽调出去 参加其他战场的行动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 关东军八成以上的部队都是临时组建 大本营对苏联也是漠不关心 四五年年初 这谁都能看出来 苏军就要大举南下了 但是军部啊 没有去加强关东军的力量 反而还在三月份 又把关东军的一部分主力调到 日本土和朝鲜 以抵抗美国人的进攻 在朝鲜他们也一样 日本预测啊 美国跟苏联会一南一北 同时对朝鲜发起进攻 为了保住朝鲜 他们在朝鲜南部部署了23万士兵防着美国人 北边呢 用来抵抗苏联的只有不到12万 事实上 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 也为日后啊 朝鲜战争埋下了一颗种子 而正是这场战争 让日本的经济由战后复苏阶段 迈到了高速增长的阶段 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 成了美国的后勤基地 美国在战争中的需求啊 被称为朝鲜特需 最方便的特需 就是从日本采购 日本一直以来就是 库存里边积压的那些商品 全都销售一空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订单 这就急速启动了 日本工矿业生产 到1950年10月 日本的工矿业生产指数 就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 大批失业的工人 和将要倒闭的企业 也因为这场战争起死回生 随着战争的进行 特需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外汇储备跟着增长 从49年年底 2亿美元增加到了 5亿年底将近10亿美元 到朝鲜战争 停战协议签署为止 日本的矿业工业产值增长了30% 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每年上升好几个百分点 对于日本来说 这场战争啊 无疑是救命之神 日本经济界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就一式公认 说没有50年代的朝鲜战争 日本绝不能在60年代 成为经济大国 那朝鲜战争 使日本至少赢得了10年的时间 由于朝鲜特需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盟军总部在1951年5月宣布 停止对日本的经济援助 当然了 此时这日本呢 已经看不上那些援助了 在1953年 朝鲜半岛 这南北双方停火之后 美国不再采购朝鲜特需了 但日本完全没受死影响 继续行驶在高速发展的路上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结果呢 因为国内他们有先进的政治制度 做支撑 这就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现代化的体制 两人就是进入良性循环 在战争结束之后 盟军最高司令部 在日本的教育司法经济这些领域 进行了民主化的改革 在美国的帮助下 日本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法律方面 是吧 刑法修改后 取消了不敬罪 以前你可能因为 你发点牢骚 你对社会不满 或者说 你说天皇是瘪犊子 然后就有人说 以不敬罪起诉你 给你抓起来 在民法修改之后 就没有了 而且男女平等的这个制度 也得到了确立 在经济方面 推行解散财阀的措施 什么三井三陵住友 这些巨型财阀 因为这个被拆分 虽然到后来啊 就原有的财阀企业 重新被组成了企业集团 但是那种少数拥有特权的人 然后独占大部分财富的情况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邪乎了 经济民主化 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农村还实行土地解放 电农基本就消失了 随着农村社会的民主化改革 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此外啊 盟军最高司令部还鼓励组织工会 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甚至出现了企业内部民主化斗争 迫使那些原来战争期间的高层人员辞职 是吧 就你们逼我天天内卷 逼我996 现在你们他们回家去 工人开始尝试通过辩论啊 通过示威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学校的教科书那些关于什么军国主义 什么国家主义 这些内容全部都删除 在美国教育使团的指示下 1947年新制定了学校教育法 导入六年小学 三年初中 三年高中 四年大学 就这种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也从之前的六年 延长到了小学加初中九年 日本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 这就为日本的崛起啊 又打下了人才基础 此外啊 日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赔偿 也是给日本本国的经济 踩了油门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东南亚要求日本 赔300亿美元的赔款 但日本真正支付的现金 也就17亿美元 其他都是通过自主战争赔偿 比如说我不给钱了 我给你点工业设备 我给你汽车 日本呢就把自己生产的那些机械产品 输送到东南亚 这些产品放在国际市场上 没人买 跟欧美那货比起来这差太多了 东南亚的工业基础 基本为零 用得着这些东西 你有这总比没有强啊 所以呢 这些产品就源源不断的运到 印尼 马来西亚 缅甸这些国家 既为日本的重化工 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 也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这些设备啊 在当地主要是用于资源开发 日本呢 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海外原料的供应体系 也就是说 二战之后 这个战争赔偿不但没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反而成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 获得原料产地的契机 总而言之 日本的迅速崛起 绝非偶然 战争结束前的布局 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 以及战后日本抓住的这个机遇 制定了正确的国家战略 缺一不可 这都使得日本的再次崛起 成为了必然 好了 关于二战后日本崛起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平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